桂花炖奶,美容要颜,女生必学,两个蛋清,200克牛奶,搅拌均匀,蒸20分钟,零桂花酱,就可以吃了。 明天早餐吃什么? 为什么你的蒸蛋又老又不嫩滑,今天告诉你秘诀,准备两个我下的母鸡蛋打散,加1.5倍的温水,再次搅拌均匀,撇去表面浮沫,放孩子爱吃的胡萝卜,西兰花,放入蒸锅,上面扣个盘子,水开蒸8分钟嫩5分钟,出锅淋入香油,和一勺白灼汁,这样蒸的蛋比少女还要嫩。 开始调草莓多多口味的馅料,调好了,就是这样的,切开,粉萌粉萌的,有没有想吃的。 想吃雪妹娘了,今天终于安排上了,香甜软糯,可好吃了。 100克糯米粉,30克玉米淀粉,200克纯牛奶,调成无克力的面糊,盖保鲜膜,上锅蒸30分钟。 蒸好以后加入20克黄油,揉成光滑的面团,200克淡奶油,15克白糖,用电动打蛋器打发至有纹路。 再把面下成剂子,擀皮,挤上奶油,放上自己爱吃的水果,再挤上一层奶油。 像视频一样,给它包起来,收好口。 像这样一个雪妹娘就做好了,香甜软糯,还会拉丝呢,非常的好吃。 春天多给孩子吃山药,健体养味长得快,蒸熟的山药,加炼乳,牛奶,鸭成泥,挤出形状,蓝莓酱,蜂蜜,搅匀,淋在山药上,就可以吃了。 今天我做了懒人版的蒸蛋糕,不用分离蛋清蛋黄,所用的食材也非常简单。 碗里打入6颗鸡蛋,加一勺白醋去腥。 用电动打蛋器高速打发至起大泡,加入50克的白糖。 继续高速打发至提起打蛋器,画八字,且3秒内纹路不消失。 塞入180克的面粉,上下翻拌均匀,一定要用上下翻拌的手法,否则容易消泡。 加入40克食用油,60克纯牛奶,上下翻拌均匀。 倒入盆中,盖上一个盖子放在蒸锅中,水开上锅蒸40分钟,出锅后晾凉脱膜。 用这样的方法蒸出来的蛋糕,孩子非常爱吃,喜欢的朋友关注我吧,做的时候随时能找到我,感谢大家。 今天我做了糖皮果子,糖皮是香甜酥脆的,我把教程分享给大家。 300克面粉,6克油条蓬松剂,10克白糖,打入一颗鸡蛋,150克温水,搅成絮状,揉成光滑的面团,松弛30分钟。 红糖加热水融化开,倒在100克白面上,揉成光滑的面团,抹油,松弛10分钟。 将两种松弛好的面下成剂子,把红糖面放在白面上,擀成饼,再从中间切两道,油温6成热下锅炸。 用筷子旋转着炸,再翻个面,炸至两面金黄出锅。 香甜酥脆,里面还是空心的,大家有时间吃做吧。 今天我做了南瓜糯米豆沙饼,外皮酥脆,里面软糯香甜,可好吃了。 先把南瓜切成片,上锅蒸熟,加白糖压成泥。 放入糯米粉中,搅成絮状,揉成面团。 揪一小块面团,中间按个小锅,放上豆沙馅包起来。 先沾上水,再沾上面包糠,油温5成热,下锅炸。 炸至两面金黄,南瓜糯米,豆沙饼就做好了。 软糯香甜,可好吃了。